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发展手游修行仓库 不知道是第多少期的这个视频 这里是一只茶某人啊 开心了开心了 可恶 上一期拿着这个天灰矿怒神器 有些观众就说了 你都进去了 你就不能放几张床吗 我仔细想 好像也对呀 那我这儿岂不是血亏 咱们先把这个鱼龙给传送过来吧 在自己的背包训养位这边 点击这个请求传送就可以了 但请求传送后 恐龙背包内的物品全都会消失 所以说还是得看各位呀 当然如果你玩的是连机 那么你必须放一张床 当机的话 请求大概就是一分钟左右 连机的话应该是五分钟 上期呢 咱们偷到两个恐龙的芯片 可是我们的琥珀不够 但这不是问题 咱们的等级还是太低了 好的鱼龙快要传送好了 咱们就回到水里 不到水里是不会过来的 请求的话 除了安以外 其他都会消失掉 OK 先去这个红方舟贡献下神器 天灰宽洞的神器 有成品的这个潜水套装 那这期的目的 不就很明显了吗 咱们要拿了一套潜水套装 然后骑上鱼龙去升级 权限生物在传送后 并不会消失 它的这个生物权限 复活才会消失 当然你培养二代鱼龙 没有什么用的 二代鱼龙是没有权限的 我这边这个封锁 我要看它多少级 15级 可以不出所料 不出所料 当你真正想要一只生物的时候 它的等级绝对很低 而且有时候还找不到 这就是著名的方舟定律 好了 来到了这个红方舟上面 这边还刷了两只小毒物龙 三只 四只 怎么这么多呀 好了 解决完毕 然后咱们在这里保存一个存档 然后再贡献 天灰宽洞的神器 一共会出传以下这些东西 咱们要一个潜水套装就够了 不贪心 好吧 聚焦 聚焦兄弟 要什么泵石仙南枪的蓝图呀 不需要 当然这一些小垃圾也不太够呀 因为天灰矿洞是属于大矿洞 所以它每次给的物品奖励是五个 曾经毒气矿洞也是呀 可是毒气矿洞给消了 只有三个了 并且毒气矿洞出场琥珀的概率也特别小 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端 说实话 并没有很想刷这个泵石仙南枪的蓝图 但是总感觉必须得有一个好东西 不然有点亏呀 哇 兄弟们看我刷到了什么 我本来是想刷一点高耐久 高低温抗性的潜水服 你说给我来这种复活钩 多不好意思呀 哎呀好烦呀 哎呀那勉勉强强接受了吧 哎呀真的很烦 就很烦好吧 好了 穿上这个潜水服咱们就出发了 这一期就叫做圣海历险记 让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我的所有系列都没有探索过的海洋 究竟是什么样子 还有就是鱼龙是可以骑射的 大家千万不要站在鱼龙身上骑射 因为你会被揍的 你会被揍的 鱼龙也会连同的被揍 所以说很危险 咱们就这样子打一下 哎你看 这个金眼嘎嘎掌 OK冲冲冲 在深海有很多石油可以采集 海里的矿工呢就是邓氏鱼了 邓氏鱼可以直接开采这些石油 不过邓氏鱼游得非常非常的慢 在手油中并不是很受用 也没有看你有多少人用 你看他会偶尔咬我们一下 这个注意啊 但是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小刷刷 升级了 哎很快啊 加点移动速度吧 哎如果能在这个深海里给我找到一只精英苍龙 那就真的无敌了 这边是一只蛇颈龙 蛇颈龙的经验应该也挺多吧 咱们这样咬一口的话大概是一切一下 非常强悍的 哦找到了一个龙王鲸 龙王鲸在深城和中城海域随处可见 而且他们的出现往往会跟随一大堆福分 龙王鲸又被称作什么呢 就是这个深海油库 只要打他 然后你就会被打了 哎别别别别 真真打呀 但是我依然要打他 好 打龙王鲸哪能采集出这个油 哎我们看一下 哎这油不就来了吗 打一只龙王鲸给这么多油脂大腿肉 还有油 很划算啊 虽然咱们的龙掉了一点血 没有关系 IOS有没有连点气啊 因为方舟手游呢 因为他喂这个肉没有间隔时间 而在东方又有间隔时间 也就是说方舟手游 如果你有连点气啊 那你可以疯狂的直接给这个龙喂肉 鸟回血啊 就是断了无所谓了 继续找其他生物 最好是给我看见一只静音参龙 这个就是方舟的边界 第一次骑龙撞到这个边界啊 给我吓一大跳 这啥玩意啊 对吧 当然如果你有琥珀啊 你刷琥珀玩游戏 你可以拿一个龙王鲸的芯片 然后 不断的把它复活 然后打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无限的石油 是不是非常有意思的游戏机制 人才 咱们都快到树狮岛了 这里刷了一只 这是啥呀 这个荔枝鱼呢 是可以刮肉的 但荔枝鱼呢 会给大量的这个优质鱼肉 他怎么感觉要咬我 他并不咬我 你看啊 25个优质生鱼肉 这优质鱼肉也是不能叠加的 也就那样吧 OK 咱们来到了树狮岛 这里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基地 哇 我打了这么多东西 我都没有升级嘛 果然没有通信证和三倍机啊 这升级实在是太慢了 哎 真的离谱 我实在是受不了没有琥珀的日子了 兄弟们 咱们要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就是彻底征服熔岩矿洞 哎 刚好我们骑着鱼龙就来到了这个熔岩矿洞这里 这怎么还有撒鱼呢 先清理一下 把鱼龙停在这里 哇 我身上什么东西这么重 也没啥呀 那把这些垃圾全部给他 咱们身上就没有附送了 要200个皮革 咱们要在矿洞里面放5张床 因为船呢 它是有一个复活时间的 5张床就可以抵消所有的复活间隔 只要我们在神器附近啊 放好基地 还有船 那那里就不宜刷新生物 然后我就可以随便的进这个熔岩矿洞 拿取熔岩矿洞的神器了 休闲仓库是可以直接通过船 来获得无限的神器的 好的 来到了第二天啊 我已经把这个地基还有船给做了 真的是采集了一碗上的材料好吧 先来吃一点这个食物 哎 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这一次呢 咱们利用一个压缩存档大法 首先呢 那来到了这里 然后咱们在这里 点击一下这个 踢什么玩意的这个save的 就是压缩存档 哎 这个就是压缩存档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我推荐大家可以多点几次压缩存档 然后这里面这些怪物就会被这个压缩 然后不会刷新船 待会你们可以看到 我一路将会畅通无阻 我没有一只小怪物 现在的我呀 那可不仅是升级了 我这水分什么抗性我都有了 就跑一个熔岩矿洞 轻轻松松 哎 你看 这路上没有一只怪物啊 说明我们这个压缩存档大法成功了 这种方法的话 有一定概率会刷新出一两只小怪啊 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熔岩矿洞的路线 我相信各位应该是熟记于心了 我就不多介绍了 如果不懂的话 可以放我之前的视频 之后我感觉先把五大神奇矿洞给征服了 哎呦 你看这边就刷怪了 但是问题不大 咱们的速度是比他们快的 掉 应该没有追过来吧 没关系 先把这里放上地基 在附近放上地基呢 这边就不会再刷怪了 你就可以放心放心 大胆地去刷神器 对 这边也要放 还有这边也要放一下 这边可能会刷新出蝙蝠什么东西的 OK 就是这样了 千万不要挡住这个神器啊 不然神器就会不刷新 把这个床给放出来 如果你的矿洞不能放床 那就说明你附近有怪物的背包 就不能放床 好吧 不要再问为什么矿洞不能放床了 哎 为什么 是不是改版了 那绝对不是的 那绝对是你的问题 好吧 这矿洞有床这个问题 我已经重复了不下千遍 但一直都是有人在问 为什么我的床放不了呀 真的是吴大宇了兄弟们 OK 没有问题 现在可以拿到神器了 完蛋了 我家没有放睡袋 我已经没有睡袋了 还好我在外面开始睡觉的时候 放了个睡袋 得亏是我呀 还得是我 现在这个熔岩矿洞神器呢 咱们只要复活进去就可以随便拿了 附近也不会刷怪 我想怎么拿就怎么拿 这就已经相当于征服熔岩矿洞 无限刷好吧 好的 咱们这一期的话 征服了熔岩矿洞一样 也算是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无限神器的时代 那么之后呢 我们再详细介绍 好 那么好的 本期视频也就差不多到此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都看到这里了 你还不上脸一下